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李洋红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顾杰刚先生的《怀疑与学问》这篇文章的论证过程。 正是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为了解释燃烧这一常见的化学现象,18世纪,德国医生斯塔尔提出燃素说,认为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是物质失去燃素的过程。 很多化学家都拥护这一说法,但是金属燃烧之后为什么会变重这个问题,却没有人能够回答。 一派人所幸认为,这是因为测量的误差导致。 另一派比较极端的燃素说维护者甚至认为,在金属燃烧反应中,燃素带有负质量。 面对如此的局面,化学家拉瓦西对燃素说产生了怀疑,他设计了著名的中兆实验,后来又进行了金属断烧实验。 最终向巴黎科学院提出了一份报告,解释了金属燃烧之后变重的这个问题。 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时,吸收了空气中的氧,因此重量增加。 拉瓦西的氧化学说彻底推翻了燃素说,使化学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 同学们,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启示? 可能有的同学会说,盲目跟风不可取。 可能也有同学会说,脑子是个好东西,要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 可能还会有同学说,敢于质疑前任的学说真的很重要。 是啊,当初,如果拉瓦西像其他学者一样,选择的是盲从,他就不会有最终的发现。 拉瓦西敢于质疑的精神真的令人敬佩。 那么,这种精神对一个人的成长到底有哪些益处? 今天我们走进《怀疑与学问》这篇文章,一探究竟。 同学们,之前我们学习过《敬业与乐业》这篇文章。 作者探讨的是敬业与乐业的关系。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篇文章,题目是《怀疑与学问》。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作者也是要探讨怀疑与学问的关系呢? 请同学们,《怀疑与学问》。 请同学们,《读读读读文》后,给老师一个答案。 我们读完这篇课文,可以确定作者是围绕怀疑与学问的关系来展开议论的。 那么,《怀疑与学问》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请同学们到文章中再找一找。 通过阅读全文,同学们应该已经很快找到了这些语句。 它们分别是成疑和张仔所言。 这两句话是在文章开头部分出现的。 第一句话的大义可以理解为,作为学者,一定先要有敢于怀疑的精神。 第二句话的大义是,在学习的时候对于应该怀疑的地方,而不怀疑就等于没有学。 学习必须要有怀疑的精神。 这两句名言也是在讲怀疑与学问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非常明确地提出,学习必须要有怀疑的精神这样的观点。 二,怀疑的精神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 这句话是从第四段提炼出来的,它强调了怀疑是做学问的基础这个事实。 三,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 这句话是文章最后一段的内容,它强调了怀疑的精神可以让学问有新的发展。 在文章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多处这样的句子。 这些句子都在强调怀疑对于做学问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本文的中心论点。 做学问必须要有怀疑精神。 而我们发现,其实开头引用成疑和张载的名言,就已经提出了做学问必须要有怀疑精神这个明确的观点。 刚刚我们已经明确了本文的中心论点。 那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又是怎样论证这个中心论点的呢? 这节课,我们重点探讨这个问题。 现在请大家仔细揣摩全文,先来完成下面的全文论证思路结构图。 相信同学们能够很快找到两个分论点。 同学们,大家是否已经找到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个分论点。 分论点一,怀疑是消极方面变为趣旺的必要步骤。 分论点二,怀疑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 那么,我们是如何快速找出这两个分论点的呢? 刚刚我们已经归纳出本文的中心论点。 我们知道,分论点对中心论点起着支撑的作用。 对于中心论点而言,分论点有时可能是在阐明其原因, 有时也可能是在阐释办法。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二单元的敬业与乐业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首先提出中心论点, 然后通过三个分论点阐释敬业、乐业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细读文章, 找找哪些语句是在阐释做学问必须有怀疑精神的原因, 或者是在解释该怎么做。 很明显,第六段断首句就是在解释为什么做学问必须有怀疑精神。 怀疑是消极方面变为趣旺的必要步骤, 怀疑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 这样,本文的分论点与中心论点之间形成的是因果关系。 同时,我们还可以用抓过渡句的方法。 大家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第六段断首的句子在结构上起着乘上起下的过渡作用。 前半句承接并且总结上文三到五段的内容, 提出来怀疑是消极方面变为趣旺的必要步骤这个分论点。 后半句总领第六段内容, 明确提出在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方面, 怀疑是基本条件。 所以,我们很快找到了分论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文章又是怎样以两个分论点做支撑, 以严谨的论证思路来阐释中心论点的。 我们先来看看作者是怎样论证第一个分论点的。 请同学们根据三到五段的内容, 完成下面的论证思路结构图。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以上任务。 同学们,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结构图中填写的内容吧。 先来看第三段的大义。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 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是例证法, 强调了要重视事实的道理。 第四段的大义是我们可以概括成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是怀疑精神。 使用的论证方法是例证法。 阐释了不断的追问可以让一切虚妄的学说不攻自破的道理。 第五段大义我们可以概括成不论哪一本书, 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 使用的论证方法是对比论证法、 引证法阐释了怀疑的意义。 同学们,我们梳理了三到五段的论证思路, 接下来讨论一个问题。 有人说,第三段和第五段 可以调换顺序。 你认为是否可以?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细细研究一下三到五段每段都讲了哪些内容, 这些内容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刚刚我们讲到第三段讲的是做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 第四段进一步讲如何对待这个基础, 即用怀疑的精神并阐释怀疑的内涵是什么, 显然在内容上深入了。 第五段讲的是我们不论对哪一本书, 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 思索,辨别这三步。 怀疑,思索,辨别,这是三个阶梯, 可见相对第四段,第五段又是一层递进。 三到五段的内容是层层深入逐层递进的关系, 体现作者构思的周到严谨, 从而很好地论证了分论点, 怀疑是消极方面变为趣旺的必要步骤。 所以第三段和第五段不能调换顺序。 由此可见, 作者对于第一个分论点的论述是极其严谨的, 周密的。 接下来, 我们探讨作者又是怎样对第二个分论点展开论述的。 请大家根据第六段的内容, 完成下面论证思路的结构图。 在这里老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大家要先将第六段分为三个层次, 然后再细细研读每个层次讲了什么, 又使用了怎样的论证方法,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完成上面的论证思路结构图。 相信大家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第一层的大意, 我们可以概括成, 让一切学问发展起来的方法。 其中使用的论证方法是正反对比论证, 阐释了不断发问可以让学问发展起来的道理。 第二层的大意, 我们可以概括成, 列举实例, 阐释许多大学问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道理, 其中使用了例证法, 即列举实例的方法。 第三层大意, 我们可以概括成, 不没守成规, 人类文化才能进步。 其中使用的论证方法为正反对比法, 强调了怀疑可以让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 从而证明了本段的分论点。 我们刚刚完成了第六段论证思路结构图, 现在我们试一试看能否用一段清晰流畅准确严谨的语言将第六段的论证思路表述出来。 首先作者提出分论点, 怀疑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 接着通过正反对比证明如何让一切学问发展起来的方法。 然后作者举大学问家的事例论证本段观点。 最后作者通过正反对比指出不墨守成规前人学说, 人类文化才能不断进步, 从而证明了本段观点。 同学们, 我们已经完成三到五段和第六段论证思路的书例, 接下来我们参考这个全文论证思路的结构图。 请同学和老师一起用一段通顺流畅的语言整理一下全文论证思路吧。 首先作者通过一二段的两条名言引出本文中心论点。 作学问必须有怀疑精神。 这是文章引论的部分。 接着, 作者在三到五段中围绕着怀疑是消极方面辨尾去望的必要步骤这个分论点。 通过列与三皇、五帝、浮草、围影等例子, 并对学问的两种态度进行对比, 以及引用孟子的话层层深入的论证。 在第六段中, 作者先提出怀疑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 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这个分论点。 接着, 通过列举大学问家的事例, 以及正反对比等多种论证方法加以具体阐释。 这是文章本论的部分。 全文论证思路清晰又严谨。 让我们理解怀疑精神内涵的同时, 又看到怀疑的品质对于学习的重要性。 同学们, 孟子曾言, 宋奇诗读奇书, 不知奇人可忽, 是以论奇事。 要真正理解怀疑与学问中的疑, 了解作者顾杰刚实在很有必要。 顾杰刚,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民俗学家, 古史变学派创始人, 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 奠基人。 他的古史变其实就是以古说。 他用怀疑的方法研究历史、探求历史, 其水平、其成果很少有人能望其向背。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怀疑相伴。 怀疑与学问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做学问的经验总结, 也是对后代求学之人的真情告白。 同学们, 让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多一点质疑探究的精神, 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 但是, 老师在这里叮嘱大家, 凡事都要有个度, 我们倡导的怀疑精神是要有根据的怀疑。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 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